大家好 我是Hidy 曾經見過觀眾留言 亦收過DM想我分享開架化妝品 我是記得的 所以今天這個妝全部都是用韓國的開架化妝品去化 每一樣都是不超過150元 連底妝這麼精細都是開架 應該符合大家對開架化妝品的預算和範圍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我這個妝用了什麼去化 那就不要錯過了 還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套化妝數 就是這一套 牌子是OKHEAT 最近超熱門 是泰然的御用化妝師 除玉老師他自己出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些Youtuber 他去韓國的時候去一些化妝室 很多都是用這個牌子的化妝掃 應該有印象吧 OKHEAT 我今天都會用這一套化妝掃去化我面上的妝 用不了那麼多枝 我打算告訴大家 它全套是有24枝 我是在一個OMYGLOW的網站選擇的 我沒想過我都用過那麼多化妝掃 有很貴的也有 有開架的也有 我覺得都是沒有分別的 都是化妝掃 但是有幾款我真的很喜歡 令我很驚歎 原來化妝掃可以做到這樣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一會兒看看我化妝 素顏的狀態 一樣是黑眼圈 然後膚色有點不均勻 而且會看到眉絲血管 遮黑眼圈我想用這個 它是LUNA一個硬妝的遮瑕膏 色號是三文魚 你看到它是比較粉膚色的 但是在我身上它都好像比較白 不要緊 我們用一個遮瑕掃慢慢掃上眼睛 先用手指的熱力 然後用遮瑕掃去取色 落筆在最深的線上 然後用粉泡推開它 沒錯 分別就是這麼大 遮瑕這一邊 用鎖的好處就是它會平均一點 拖得薄一點 不是用手指 它很容易一打一打 手指會拿了少許遮瑕膏 它的遮瑕度不錯 近看完全不會乾 不會塞到眼紋那裡 粉底我用Explorer的Protayla B Velvet Cover Cushion 它打開裡面跟平日的Cushion 很相似的 都是海綿的那種質地 我用它最深的23號色 都是白的 但是就讓大家看一下妝效 非常喜歡它上面很輕很舒服 完全不黏的 它是有一種半霧面 有一種是透自己本身的皮膚質感出來的感覺 很多朋友說夏天眼底的遮瑕膏比較容易用 其實我自己會用一個小的 然後是有一點鬆身 然後扁的一個重點掃 去將一些碎粉 按下去 它就會定妝定得好一點 這個超可愛的 是Peripera的 一下一下印上去 不要掃 這個掃是PIV03 它很適合 放在眼底 它很輕 拿粉剛剛好 然後 你會看到完全不會厚 不會有那些粉太多 按下去令到光紋出來了 你想要重點去做定妝的 然後用完一個仔細的掃 再用一個大的掃 這個是PIV04 它是有一點斜角的 然後大面積這樣去掃 它是很軟身 它不會有那種很硬的感覺 它是很軟很舒服的 現在就先畫眉 今天我用眼影的深啡色去畫眉 跟眉形去畫就可以了 畫眉尾的時候掃是扁的 然後畫眉頭 我們把它有少少打斜 這樣闊度是剛剛好 然後呢 就在底下 慢慢把它拉回少少 然後我用這個扁的波波形 它是SUN03 形狀是剛剛好的 然後它很自然 就算新手不會很誇張 或者是一畫 已經是很大力 不會的 它的毛是很舒服 一個線型的 那 鼻影就出來了 DUshading的這個掃是很出名 因為它旁邊是這樣斜的 我們下筆 就會很自然做到一個漸變效果出來 你用下面這個位置 慢慢地下面掃上去 這邊掃過去 就會做到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漸層 用畫眉的這一盒 超美 它可以做到兩種不同的眼妝 然後有胭脂 還有中間這個可以做highlight 它是peripera的02號色 我現在會用這個顏色打底 然後會畫眼線 用這個顏色去blend 然後再加一點這個閃粉顏色 這樣就完成我們的眼妝了 再加一點點 想試一下用這個這麼幼的08號數畫臥蠶 是不是臥蠶? 自然自然 繼續用我的最愛MUDE睫毛膏 我看到有個顏色是買Mascara送睫毛 現在很流行就是塗完眼睫毛 然後一束一束這樣夾 就會做到一個很漂亮的太陽花效果 我看到了 胭脂是peripera的19號色 你看到那些顏色已經被我用到平了 就知道我有多喜歡 還有胭脂掃是BOL01 它這個是超級好用 因為我之前是不明白為甚麼 紅妝它們的胭脂可以做到這麼自然 這麼融為一體 完全沒有界線感 原來是掃 你看到我是這樣打圈的 看著鏡頭就這樣掃 已經是非常之自然 不會一疊很深色 完全沒有的 真的很神奇 我是非常非常之喜歡 明明粉感和我平時用的胭脂是差不多的 但是就是這樣想 是似有藥毛 接著很舒服的一個存在 你會感覺到完全不吉肉 你拍也行 你掃也行 是很輕的 這個是BOL02 我就用回剛才眼影中間這裡做highlight 因為它掃出來的時候很精準 因為它的面積比較小 就可以做到一個想要的highlight的效果 一個打亮 鼻這個位置 立刻 看到嗎 是完全不怕落錯位的 還有下巴的位 最後是Lacca 301號色 它是很漂亮 我不懂得形容 這個顏色我覺得像石榴色 它會有一種果汁糖的味 現在塗完還存在 然後它在嘴上有一種潤潤的感覺 又未去到假潤 但你就會知道它不是很滋潤的唇 是令到它不會很乾 但會是比較表面的 然後不黏的 這樣就不算很交換 咦?它這麼深色? 喂OK 它塗下去不會有顏色的 喂這個 我有喜出望外 那好吧 我原諒你那個味道 因為它那個味 那種果汁糖 不是我很喜歡 很優雅的味道 它是真的比較像開架的 一些純步產品的味道 但是咦? 它真的不會掉下去的時候 那OK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買這個Lacca 301號色 今天沒有捲髮 我用了這把梳 把這個位置吹拱一點 有些空氣感 因為剛才很扁 然後它可以這樣有彈性 我把它這樣按下去 再拖上去 用風筒一邊吹 它就可以變得一個有蓬鬆感 這個妝比較自然 我就不想捲到太刻意 是這樣簡單簡單 就可以出門口的妝 還有髮型 希望大家會喜歡 大家覺得這些化妝品 雖然它是開架 全部都是百多元 我絕對覺得是出門口 現在韓國的開架化妝品 我覺得做得非常之好 總之所有的產品 我都會放在下面info box 還有就是credit 今天的這一套掃 我真的覺得有它們是四半公佩 有一些好的輔助工具 令妝特別是胭脂的位置 或者是一些粉底 所有不同的東西 都可以做得很好 粉底今天是用cushion 但是我真的很想說 這個粉底我用了很多次 洗完它好像新的一樣 它可以拖到粉底很薄很薄 然後我們再用那些海綿拍一拍它 完全是韓國那種很透薄的粉底 它這個編號是PIV05 然後也要跟大家極力推薦它們的胭脂掃 BOL01 然後就是陰影掃 跟我們平時用的很不一樣 這一款它是很大範圍 你很容易出錯的 然後這麼小 然後它這麼輕 是做得很精準的 所以這個SUN02 我都是覺得大家一定要入手的 它改變了你下陰影 那個效果 還有那個手法 然後我也都很喜歡 它們的遮瑕掃 因為你看到今天的眼圈 是不是好了很多很多 它遮瑕上去也是很輕 很精準的 用的份量是不會多 你不會令到那個遮瑕很厚 所以你用完之後 你就會不再喜歡用手指這樣印的了 這個光影掃我也是很喜歡 因為平時我會用一些比較長型的掃 其實掃下去就很輕 但是它就會不小心掃在未必我想去的範圍 這個它是做得很精準的 這個號碼是BOL02 如果你說 我很想是所有東西一次過換完 它有整個套裝 我都覺得是很划算的 因為24枝 然後它都是2500元以內 然後它們也給了一個觀眾優惠 用這個標籤是會有95折的 除了這個OKHEAT的牌子 我也有另一個牌子 是有95折的 我放在這裡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我第一次用這個牌子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在上網 那麼多人去討論 它那麼熱滿 然後大家去完韓國 被化妝師化完 立即到去買 我明白了 因為真的超舒服 它所有的這些毛 是極親膚的 Anyway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這個妝容 喜歡今次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有任何的問題 想跟我交流 討論的話 都可以留言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現在放了暑假 所以有片的話 我會告訴大家 大家留意IG 我的Signature的Ending 就等我休息完再說 Bye Bye 謝謝